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他地位卑下的人请教为耻 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嗜好 叫做文 以纪念他的品德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 来调一调吧 新年到了 我们的对联就交给你写了 可是我写不好 只要用心学 没有做不好的 嗯 啊 有了 春 回 大 地 天 风 秀 嗯 下面一句 对什么呢 嘿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对联 有了上联 下联怎么也对不出来了 我听说附近有个人 对对联特别厉害 不如向他请教请教 真的吗 快告诉我他在哪儿 啊 我听说这儿 有个人对对联很厉害 嘿嘿 你找的就是我吧 大家都说我对联写得好呢 啊 就是你 他看起来比我小好多呢 向他请教 我是不是很没面子 啊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我的对联还没想出来呢 哎呀 实在开不了口啊 嗯 算了 学问妖精 嗯 嗯 是这样的 我要写一副对联 可现在只有上联 下联怎么也对不出来了 所以想跟你请教一下 嘿 这还不简单 就用日暖神舟万木容 哦 原来对联是这样对的 我懂了 嘿嘿 谢谢你 嗯 嗯 隐儿好学 嗯 是下问 只有把那些成件全部抛开 才能学到真学问呢 嘿嘿 我懂不懂得走了 我自己懂不懂得来 那种真学问 想要识吗 我得多 rôle 对不懂得来 我不是没有人 �만 我不是没有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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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真学问 我不是没有人 我不是没有人 我不是不平抛